新北市政府关怀弱势 执政端午家菜金及水果给社会福利机构 22号市长朱立伦来到三重社会福利大楼 探视盛兴儿童发展中心 自闭症全能发展中心 以及三重西美公共拖劳中心 与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共度端午家节 22号上午新北市三重社会福利大楼内相当热闹 新北市长朱立伦日前特地前往探视 位于大楼内的三家社福机构 活动一开场就由西美公拖的长辈们 带来热闹的洞健康表演 因端午家节新北市政府关怀弱势竹群 结合各地区公所到新北市境内 55间社会福利机构慰问 并置证家节加菜精及水果 在这个场地我们有好多个 好多个发展中心 楼上还有新住民的协会 我也非常高兴的看到我们很多的 这些同仁很多的这些优秀的社工员 或者是老师 大家对于我们长辈的照顾不遗余力 以及我们对于幼儿的关怀 大家付出非常多的心血 因端午家节到来 新北市政府提前制政加菜精及水果 关怀社福机构 并预祝他们端午节快乐 记者沈仲代华三重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